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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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 什么 十万 对 十万 不是啊 贝姐 你看啊 我们这个网店里边每一件衣服都不超过五百块钱 这几件衣服你至于要我赔十万块钱吗 初初啊 你给我当模特拍照也好几年了吧 这些事情你还不明白吗 在网上卖的那些货是打板货 但给你拍照的是欧洲买回来的原版货 价格当然不一样了 你这样不是骗人吗 说话注意啊 一会儿我让我的助理小Q妹 给你整理好价格单核发表 我A姐多一分不拿 少一分不要 这确实是你给我弄坏的 赔偿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 我这几个月工资都还没有发 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予有无关 走吧 这 这照片也拍完了 衣服也卖给我们了 A姐这也太精明了吧 老板 十万可是我们六个月的收入啊 老大 我们不过就这样倒闭了吧 算了 把A姐消消气 我再去找她求情吧 肯定没戏 那就大不了继续干活还钱呗 那我不得累死了 行李别说了 赶紧走吧 老大 你那衣服拿了吧 要什么要啊 要不是这些内衣把A姐衣服换坏了 我现在至于这样吗 好吃 气死我了 我要不是这个内衣真的 我现在是上网 我要给她差评 在中国 央企高管的平均年龄是五十八岁 上市公司总裁的平均年龄是四十六岁 但是富豪排行榜上的富豪 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六岁 我叫洛天一 我今年二十八岁 S叔 开始吧 S叔 四十二岁 这个油腻大叔整天什么都不干 只会喊口号乱花钱 名义上是落实高管 其实只是董事会用来阻止我 带领落实电商转型的绊脚石 我们的品牌 别煽情 好好说 今天杀鸡儆猴 春天天一 上半年加强了线下市场 拓展了二三线城市的门店 本季度的销售额 已经突破十亿大关 再创历史新高 那利润率呢 是百分之一点九 你知道你没来之前 去年和前年的利润率是多少吗 骆总 咱也没准备这段 去年是百分之七点三 前年是百分之八点五 骆总 最近线下门店都卖不动货了 可是房租却一直在涨 这利润下滑也算是世储有因吧 对啊 明知道线下保护还加大投入 这不是找死吗 骆总 您这话说的 我觉得有一点 事出有因 不代表情有可原 但是现在经济的大环境确实是不 那问题摆在那儿你解决了吗 那你应该先跟董事们统一意见 再来挑我的毛病 好了 你以后不用来了 你们说句话呀 咱们商量好的要做线下的 怎么 现在骆总说要 警长 骆总 你听我说 你们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骆总 骆总 剩下的这群董事跟了妈妈这么多年 只能靠事实讲话 电商这么大一块蛋糕摆在面前 我就不信你们不动心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我们公司电商部门创建的实验品牌 马卡龙系列内衣 除去人工和仓储 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八 看来骆总这次是贴得轻易 要去的没进去网络电商啊 看起来有戏 马上就是网络电商的年终大促了 我们洛西集团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可线上销售毕竟是我们不擅长 这万一又是咱俩招牌 大家放心 网络电商的优势在于口碑的及时反馈 做单品 做爆款 迭代式开发 才是未来的产品模式 所以大家看看 我们在线上的好评率一直是完美的 百分之百 你昨天不是还说百分之百吗 我们在线上的好评率一直是接近完美的 无论怎么样 今年的年终大促 我们洛西集团必须晋级电商行业 今天早上确实看到的是百分之百 没关系 发展新业务就是看清局面解决问题 不过说服董事会吧 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数据 懂了 我现在就去解决这个问题 总之上门也好 打电话也罢 您放心 我一定会把最完美的结局 摆在罗总的面前 放选 当个总裁 真的好难 哎 当个老板好难呢 三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 妈妈说 现在不指着我挣钱养家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 我说 我想做自己设计的产品 做自己的工作室 那个时候为了节省房租 我就住在工作室的二层阁楼 我想着 什么时候每个月能存下点钱了 我就可以搬出去 住上自己的房子 但是 现在三年过去了 我还是住在阁楼里 每天拍照 挣钱 养活工作室 现在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 还做什么自己的产品 姜楚楚 你可别做梦了 再让下去 真的要倒闭了 看来明天 要去找一集装笋子了 哦 全出差别 不可能 谁能想到 这个一气之下的决定 居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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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A姐正在面试 待会儿会叫你的 这件衣服的剪裁相当考究 我觉得穿着去参加宴会 也是可以的 行了 停吧 我觉得你不适合做穿搭推荐网红 为什么 因为一个穿搭网红 你自己搭得就太失败 这件外套是前年的流行款 如果是我在看你直播时 穿成这样 我立刻就惯了 里面这件衣服对小熊不友好 你不知道吗 再配上你外面这件外套 我实在看不出任何时尚感 明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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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差别我是不会改的 不要紧 不要来找我 请进 初初 你这衣服改得不错 A姐 我想要跟您商量一下 这批照片已经拍完了 那些衣服都只是轻微的刮擦 应该没有关系的 没关系 初初啊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别人把你的东西弄坏了 你说没关系 这叫大毒 你把别人的东西弄坏了 你还说没关系 这就不叫大毒了 这叫耍赖 我 初初 你当时跟我说 你要自己出去干干 还说你要带着两个小跟班 闯出一片天 说实话 我特别佩服你 我也特别特别喜欢你 这样有梦想的女孩 谢谢A姐 可是 可是你要有方向啊 只有梦想没有计划是不行的 我现在看你还是每天在拍拍照修修图 这样真不行 我真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几位找谁 你好 请问你们的负责人在哪儿 你们有预言吗 小柯妹 你好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有什么事吗 你好 我是洛氏集团的总裁助理 想找一下你们江楚楚小姐 是哪个洛氏集团 是那个洛氏集团啊 对 我今天只想见一下江楚楚小姐 我们洛总派我来的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私事 我可以见见他吗 小Q妹 带他们去见楚楚 好的 跟我来吧 默氏集团 我算是哪儿 你很可怕 你听到了吗 你们能听到吗 索莓咖啡 竹竹 咖啡 其实我们是很有诚意的 这也是我们洛总的意思 你不要再说了 我是不会答应的 是不是小姐 请你一定再考虑考虑 其实我们洛总是很在意你 在意他 我怎么感觉 那什么洛总好像有球浴探呢 再送杯咖啡 咖啡 谢谢 谢谢 麻烦你回去转告你们洛总 请他也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我真的是不会答应的 好吗 若小姐听我说 其实我们洛总的请求非常简单 只要您能打得 行了 我们两个人对话到此为止 难怪明明自己做出的事情 还有事无恐地找我们 楚楚有后台了吧 好 如果可以 请劝劝楚楚小姐 接受我们洛总的 麻烦你不要再说了 请你回去转告你们洛总 我现在很不高兴 我是不会改变我的决定的 楚楚小姐 如果您改变心意的话 随时联系我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就走 楚楚姐 姐 你先别告诉我事实 让我来推测一下 事实 是不是你在某一个地方 遇见洛总 这个洛总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被你迷住 迷住 分开之后 他对你茶不思饭不想 满脑子都是 我 但由于他总裁的架子 没有办法亲自来接你 所以 他派了一些说客过来 希望你能接受他 不是 A姐 我这次来真的是为了 解释衣服的事情啊 你别提什么破衣服了妹妹 没关系 姐姐现在最担心的是 你的人生选择啊 没关系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是 A姐 我的经济状况 别担心什么经济状况了 姐姐帮你多接几个 大摊子就是了 这 还是我印象里 小气的A姐嘛 楚楚 你是不是有什么顾忌啊 你是不是担心 别人说你攀高枕 或者是 趴在圈子里 别人对你说三道四 所以你拒绝了 顾忌 我 不是 那个 A姐 你是不是想错了 是你想错了 他是不是认定 那个洛总在追我啊 你们真的觉得我应该选择接受 当然要接受了 当然要接受了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洛总 对不起了 哎呀 那上次的事实在太尴尬了 我不想那么快答应 楚楚啊 我说了这么多 不是为了我而给你提这些意见 你觉得一个网红能做一辈子吗 嗯 女孩子的青春就这么短短十几年 我们的未来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多了 你懂吗 嗯 好了 答应了 手机给我 密码 嗯 疼了 喂 你好 楚楚有话跟你说 抓住机会 嗯 啊 喂 你好 我是江楚楚 刚见过的 楚楚小姐 您相好 骆总 你可千万别怪我 我也是莫不得已 对 我考虑好了 麻烦告诉你们骆总 我 同意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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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总 来自如离职的事情已经处理完毕了 嗯 您考察的行程已经安排好了 嗯 需不需要调整一下 嗯 去掉市场咨询公司的会面 没什么用 住的地方我自己有安排 不用订酒店 另外我想看一下网红 那种专门做电商的网红 我会让品牌部那边列个单子 不用了 他们肯定会说网红的质感 配不上落实品牌这种规划 让他们调整一下方向 这种事还是自己去比较好 好 骆总 您的西服 你都不知道我们家楚楚有多大的魅力吧 嗯 A姐你别开玩笑啊 我哪有什么魅力 哎呦 这有什么呢 人家赵哥可是把时尚资源引进到网红圈的第一推手 是咱的朋友 你呀 就跟他讲讲你的神秘男友 都自己人 不会乱说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神秘男友 主要是我男朋友平时比较低调 不太想公开 那他到底是哪位呀 骆天一 骆天一 骆氏集团那少东叫骆天一 对喽 他是你的秘密男友啊 哎呀 这个消息太劲爆了 但是如果不能让更多的粉丝知道 那就太遗憾了 哎呀没办法嘛 他平时就最在意这些 那倒也是 这个骆天一好像从来不参加商业活动 也从来不接受记者的采访 基本上很少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 我就是好奇地问一句 他长得帅吗 陆总 你帅吗 是不是外界传闻的那种 杀伐果断 霸道总裁的那种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说给我俩听听 霸道啊 我没觉得 不过说起我们两个人的相遇 那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露灯全部都灭着 我经过了一家摆满了马卡龙的天堡 突然之间有一个黑影出现在我面前 我当时也不知道原来他就是露天一啊 那后来呢 后来就不知道怎么的就 突然之间那个路灯 啪 啪 啪 依次点亮 然后 露天一就穿着一身西装 满面微笑 款款地向我走来 这也太露曼提可了 接着说 那再后来呢 再后来就 他靠近了 跟我说 你好 我叫露天一 我做你男朋友可以吗 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想说 我的小鹿乱撞 我不知道应该 应该怎样回复他的话 这大城市好让人烦躁啊 陆总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先把您送到您的朋友那儿安顿好 之后呢咱们再确认最重的行程 好 我给岳城的家伙打个电话 听暴露是集团少东价传出废闻 对象监视 事实不良 露是集团少东价传出废闻 你咋还关机啊 你咋还关机啊 对象检视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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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 怎么了露总 我 我有女朋友了 网红江楚楚的航文之路 当年准备色花你还记得吗 这个江楚楚是谁啊 江楚楚 她不是那个 这电话我咋接 要不你挂了 挂了她不更生气了吗 对啊 罗总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江楚楚 是你女朋友 怎么可能 是是是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您还记着之前 咱们公司那个差评吗 就是那个江楚楚搞的 原来是报复 是 是 是 上次改的那个差评 楚楚跟咱要补偿金了吗 没有 之前那个江楚楚 之前那个江楚楚 对咱们的态度极其恶劣 但是 之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同意了 同意了 原来是想勒索我 你这样 你把她地址给我 我找她去 好 行 陆伯 你行啦去 你开车太慢 我那个 坐公交 不是 陆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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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过公交车吗 好 师傅 我问一下 人民医院西路是这档车吗 对 请上卡 我没卡 钱也行 一块钱让票 我也没有钱 一块钱也没有 你有脸吗 刷脸也行 好 还能刷脸呢 有没有钱 没钱瞎撤吧 谢谢啊 没事 真的谢谢 真没事 举手之劳 你不是本地人吧 对 这个给你 里面还有一点钱 应该够你这两天用的 那你怎么办 没事 我还有一张呢 你干嘛呀 各位粉丝们好 哈喽 我是初初 我现在在做直播 我直播的主题是这个城市必去的景点 等一下 这位小哥哥 你是不是晕车是你不舒服啊 你别 别拍我 别拍我 你这是在拍什么呀 你不要乱拍 我看你站不稳 总是往人家身上靠啊 别录我了 别录我 好了 你别录我了 疼疼疼疼 我看你确实运得不轻啊 疼疼疼 疼疼 疼疼 松开 松开 轻点 小哥 快 快 安静 你松开 你别动了 走 前面就有医院 你知道吗 我自己会走 我错了 错了 错了 你松开 松开 疼 疼 感谢你的帮忙 师父小姐 没有 下次不用送花 这么客气 请问姜楚楚在这儿吗 在那儿 谢谢啊 又是来面试了 有个电话 接一下 我先走了 拜拜 喂 你好 对 我是 麻烦问一下 不好意思 我现在要忙 等一下回过去啊 你是姜楚楚 对啊 不是 我看网上说你是骆天一 快 别说了 真的快烦死我了这件事 但是我真的本来不想要公开的 你也知道 我们家骆天一是想要低调的 但是真的 我也很苦劳 但我跟你说 我跟骆天一的相遇 真的就好像爱情电影一样 那是一个 自己和风筝的往下 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一段时间 骆天一快出现 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一段时间 骆天一快出现 把路灯一次点亮 然后再有空 他就跟我说 我就是骆天一 我也承认 骆天一这连心情商戏的 都快直接了吧 他就跟我说 我现在很想情之后说 我爱你 我想要追求你 你知道吗 女孩子总是有一点矜持的 所以一开始我是拒绝她的 可是她要求我 我会拒绝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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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拒绝了好多次 一直都拒绝不完 真的心好累啊 但是 我们家骆天一 就是有一股子 天生的韧劲 她就一直不停地追求我 但我觉得也真的是要 感谢我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 是他们最后说服了我 好了 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天聊天的时候出了点事故 然后呢 我跟那个男广告商的那些聊天内容 全部都说了出去 所以就每天一帮人 找我来推荐他们 你也是吧 要做模特是吗 我觉得你个子挺高的 身材不错 看一下专业素质吧 你笑一下 妈呀 笑起来跟哭一样 那你难过一下 叫 你摆一个姿势 没有什么天了 行了 你走吧 其实我这次还是跟你说 好了 我这个人真的是很新闻 这样 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实习生物位置控制 要么你试一下 那我跟你说啊 那我跟你说啊 实习生物位置控制 实习生物位置控制 要么你试一下 实习生物位置控制 但是你可以跟我这个老前辈 多学习一下经验 你看我可以吗 我觉得差不多啊 我跟我同事们商量一下就行 对了 你叫什么 我叫陆 陆一天 行 那个 那走吧 等同志啊 电话 你好 对 我是姜楚楚啊 真的我跟你说 我跟陆天一个相遇 简直就跟爱情电影一模一样 啊 陆总 怎么样 一切进展顺利 你说 这网红撒谎 都不打草稿呢 陆总 我也不认识网红啊 喂 我这边刚完事 一会儿去见你 稍等片刻 我会盛装地迎接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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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照了 好 小玉 我一直好奇一件事情 你给我拍照的时候 会不会担心 担心什么呀 如此光彩照亮的我 会不会给你相机照上负担呢 对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拍照了 你笑啊 好笑啊 小玉 我没开玩笑 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次拍你了 那你不拍我你拍谁 还有谁能像我一样 让你有这么好拍照的感觉 还有几个网红朋友跟我约片 我要去拍他们 小玉 那你拍什么破网红 我一个超模在这儿 你看有身材 药帽全集一身 你是不是生病了 脑子是不是又动了 你什么那么病啊 小玉 我给你机会啊 我数三声 回来 三 三 二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跟你说 小玉 小玉 你到底怎么想呢 你把话说清楚啊 过来过来过来 你 你就是这样盛装运接我 我这不说传播美来着吗 我这不懂你抽什么疯啊 大老远跑来 给一个小网红打工 还做实习生 我这次来呢 就是想实地考察一下网红产业 然后恰巧遇到了楚楚 也算是对口 至于实习呢 还得等人家通知 行了 行了 你说的我都不会相信 一个大集团的总裁 在这儿等一个小网红的总裁 那真新鲜啊 又是网红 我就不懂网红有什么好的 他假扮你女朋友 你还不生气 这不暂时还没什么坏的影响吗 但我觉得 喂 你好 请问你是陆怡天吗 这里是江楚楚工作室 我们商量过 明天可以来实习了 好 好 谢谢 我明天要上班了 进来 进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紫喵 二次元萌妹子 专门负责助理还有外联的工作 哈喽 我是紫喵 你好 这个是楠楠 嗨 澳焦技术宅 专门负责文案还有数据的工作 我澳焦吗 这个是新人 他叫 你叫 我叫 我叫陆怡天 行 那个 他刚刚来这个城市的 那你带带他啊 坐 咱们你刚说什么 咱们马上就要参加电商网红节了 要准备个人的介绍短视频 个人介绍 那可得好好准备 不能对不起我们的洛天一啊 谢谢啊 闭上眼睛偷偷向经理许愿 写下梦想清单 全部都实现 解对面的灭了 一阵一阵 不说再见 每一件 有你在身边 最不素皮肩 也能划出世界的灾难 不管流言 等时间 梦想会实现 我把这种看这个了 不清卷 在点起脚尖 所有海水都是我生命优雅的冬天 总有一天 没瞬间 我在幸福家里 吃辣了 吃辣了 我发烤了 快 你以前在乡下做什么 帮家里做生意 生意不好做吧 对 现在网络电商 对实体冲击特别大 没想到懂得还挺多 但我跟你讲啊 你真的是运气很好 要不是我工作室缺人手 比你这样的资历 绝对没有可能 来我工作室工作的 我生活想看 发生了 因为我工作室工作室 就经历了 在那里 别多学习 小个学习 你不得 得邀请一些重量级的嘉宾 你是说 我也被受邀了 对啊 你也是其中之一 而且A姐希望做出晚宴的贵宾 也包括洛氏集团的总裁洛天一 也就是你的男朋友啊 什么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啊 都是一些圈里人 投资人还有一些媒体朋友 若总会感兴趣的 不是 那个 我们这两天正吵架 闹分手呢 没事的 感情之间小打小闹都是正常的 红一红咯 男孩子就是要红一下 麦个萌就好了 不是 你知道 洛天一平时喜欢低调 低调是 算好啊 你知道目前为止 都没有人见过洛天一 如果能在我们决犯的网红节 请他来 正好可以造一个大声势 对A姐对洛氏 都是一个长六度的好机会 那个 不是 你早点说还可以 可是现在 好的 洛总一定去 好的 那就那么说定啦 你干什么 早了 这 这不好机会吗 你这是在坑我啊 我哪儿坑你了 你带他去不就完了吗 不是 因为 洛天一他去不了啊 为什么 算了 看你是自己人 问你说实话 就 其实吧 我跟洛天一他 没有谈恋 就 那个时候洛氏集团突然之间 有一个人来找我 要让我删除一个差评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以为 我跟洛天一开始谈恋爱了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欠着A姐一大笔钱 然后我工作室快经营不下去了 A姐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 她就说 我可以不用还她这笔钱了 还给我很多广告间 然后周围的大家就 对我变得特别地尊敬 我也 我就 我就一直鬼迷心跳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事情 为什么会发展 发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吗 好了好了好了 我真的是疯了 我连洛天一长这么样子 我都不知道 别哭了 别哭了 算了 我要不按时回去找A姐吧 我跟她坦白 反正 大不了就是被她封杀 也不会有比这个更惨的了 没关系 我不是在这儿吗 你再有什么用啊 我要的是洛天一 陪我参加网红节 我要的是洛天一 我男朋友 行 你走开 我 没关系 欢迎来到她的 summertime The time